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1月到11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人民币2.11万亿元 同比增幅扩大 显示国企运营状况正进一步复苏 日本则公布了11月份的工业产值 环比增长了1.5% 在美国方面将要公布11月份成无代完成的销售数据 现在美元的走势是呈现走强的 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下跌到1.0394 英镑对美元的比价下跌到1.219 美元对元的比价则上升到117.74 今天会关注的焦点是美元对加拿大元的比价 现在上升到1.3577 整个比价保持牛市攀升的态势 进入一个牛市轨道线 未来保持在1.3545之上 有望可以上升到1.359之后上升到1.363 如果比价出现下滑跌破1.3545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3525 之后走软到1.35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在星期三是涨跌互见的 黄金的价格现在上升到1,139.50美元 金价打破了之前的一个直升线 1,138美元一度处于抛压之下 但是现在又有所反弹 不过相对强热指标RSN 现在也是在向上轨道线之下 如果金价依然是维持在 美奥斯1,145美元之下 可能会再次下滑 首先滑落到美奥斯1,137美元 后走软到美奥斯1,135.50美元 如果金价进一步上涨并突破 保持在美奥斯1,145美元之上 将有望能上升到美奥斯1,148美元 后上升到美奥斯1,151美元 白银价格现在下滑到美奥斯15.96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欢迎继续锁定 吹领三筹财经电视